凭着演出本土剧《鸟来博语十三仪》,为人熟知的七十四岁鸟来莫吴敏,2010年在事业巅峰之际转战政坛,怎料其后落选又投资失利负债千万,其后又爆出罹患子宫颈癌,淡出荧光幕至今八年的他,近日居然现踪大路,现况跟着曝光。 吴敏三月九日在脸书粉丝专页晒出一张久违的近照,只见他双手比出胜利手势,模样相当开心,他写下鸟来莫在酒寨沟,后面的背景像蝴蝶,事实上,吴敏去年十一月也曾到大陆黄山,尽管已七十四岁,精神体力都非常好。 吴敏多年前罹患子宫颈癌,一度得借钱才能完成治疗,当时工作排得很满的他,因为顾虑到工作到元宵后就能有一大笔进账,还询问医师是否能等到元宵后再治疗。 没想到被医师重话警告到时候,你也不用来了,因为你剩半年,受命,你要钱还是要命。 据联合新闻网报道,吴敏自揭半面生意已暂缓,现在生活过得很充实。 至于健康状况,如同大家看到的一样非常好,吴敏出道超过五十年,因1999年出演,鸟来博语十三仪,眼活了,鸟来末,一脚爆红,拥有,国民阿妈,称号。 而这一眼就是十年,鸟窝头,成了最佳招牌,深植人心,不过他却在事业当红之际从政,结果参选台中市一元落选,再加上投资失利,负债上千万元,并被黑衣人追债,又罹患子宫颈癌,消失萤幕近八年,五米一度还不出钱,被黑衣人当面追债,当时他坦言。 对方是希望我给出还钱期限,此外,吴敏也曾在节目透露,因为经济陷入困境,再加上罹患子宫颈癌,根本没有钱开刀治疗,最后还是在好友的帮助下,才有钱动手术。 根据三立新闻网的报道,吴敏透露这两年因为各种原因,感到束手无策,无论去哪里都感到无法行动,大家也都不敢找我合作,实在令人烦恼。 对于未来是否有新的规划,吴敏叹气地表示,只要能健康地活着,就已经是一种幸福了。 吴敏进一步透露,计划永远跟不上变化。 现在更重要的是保持身体健康,尽管生活可能有些艰难,但他仍要坚持生存下去。 此外,他也指出当前整体经济环境不景气,每个人都面临着困难,但他依然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好的戏剧作品找到他参演,经历了癌症核债务的阴影。 吴敏从2021年开始以《鸟来莫》的名义在厦门经营黑蒜头生意,后来又加入了竞争激烈的拌面市场,销售素拌面和酱菜,并将业务扩展到海外。 他开心地表示,人生其实是得意,这是我的第二春,每次参与活动都能感受到许多观众的热情支持,这种感觉非常特别。 吴敏从15岁起就热爱演戏,他独自去报考了演员训练班,尽管曾经与父亲断绝了妇女关系,但他依然坚持了他最热爱的演员之路。 在演员生涯的数十年间,无论角色大小,吴敏都全力以赴,他回忆说,在开始演戏的时候,正值台语电影的时代,作为外来者的他只能不断地努力学习台语。 随着努力的积累,他建立了扎实的功底,并且通过演出台语电影,巩固了配音技能。 吴敏甚至成为了港星叶德贤的专属配音员,并且经常协助改写台词。 吴敏在50岁时出演了《鸟来博语十三姨》,饰演鸟莱莫,表现活灵活现,一举成名,观众的热情反应让他哭笑不得。 吴敏笑称他的个性与鸟莱莫一模一样,20年前的戏剧至今仍然备受人们喜爱。 除了演艺工作外,吴敏在2021年还开始经营半面生意,当时已经70岁的他透露,受到曾国成半面生意热销的影响,再加上朋友的支持,他决定给自己的生活注入新的活力,挑战并拓展了副业。 当然,他也将《鸟莱莫》作为品牌推出素食口味的拌面,努力在竞争激烈的拌面市场中创造一番名声。 在研发多种口味的同时,他也强调了四个,绝不,原则,绝不添加防腐剂,绝不添加人工香精,绝不添加漂白剂,以及绝不添加动物提取物,以确保顾客能够健康并放心地享用。 吴米以平常心看待他的副业经营,他坦言,年纪渐长,得失心也不再那么沉重,他选择经营素食料理,并非出于复杂的考量,只是单纯地认为素食更有益健康。 从创立自己的品牌到现在,吴米一直亲力亲为,他表示,自己的责任就是确保产品质量,让消费者吃得安心,美味,健康。 这一理念一直是他所秉持的,因此他必须严加把关,产品推出不到三个月,就在市场上获得了良好的口碑。 虽然吴米是在七十岁才开始创业,但他深信人生永远不晚,我现在七十岁创业,因为受到了他人的鼓励。 肯德基爷爷也是在七十几岁开始创业,西方有肯德基,东方有鸟莱莫,对于吴米的这种乐观心态,许多网友都表示赞赏,认为他充满潜力,坚定而果断, 必将在探索人生之路上迎来更多未知的风景与精彩。 然而,尽管吴米的事业蒸蒸日上,但他的感情生活却并不顺利,甚至可以说是一路坎坷,饱受磨难。 在参加华世无敌发发发录影时,吴米脱稿自曝,曾与已故一人金途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。 他说,三十多年前,我们两人相恋,甚至生下了私生女,因为金途的大妻子很喜欢我的女儿, 后来干脆将他收养为亲生女儿,也就是间接接接纳了我。 回忆往事,吴米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,令在场的白彬彬也感到错愕, 更让众多网友目瞪口呆。 吴米有两个儿子,但几乎没有人知道他还有一个女儿, 他意外地揭露了这个幕后的真相,引起了许多朋友的震惊。 然而,他也无奈地表示,当年怀孕时,为了不让家人知道, 我一个人在台北抚养着女儿,由于金途已有家事, 大妻子生了一个儿子后就再也没有生育能力, 他又很想要一个孩子,所以我的女儿就自然地成了金家人的一员。 他们对他非常疼爱,甚至后来把财产都转给了他。 吴米总是面带笑容迎接他人,仿佛所有的烦恼都能一笑制止。 然而,实际上,他只是习惯把所有的委屈和心酸深藏心底。 尤其是对于昔日的婚姻悲剧,他更是不愿多谈, 直到一次在采访中不慎透露了他昔日被丈夫欺骗杨小三的痛苦经历。 根据联合新闻报道,吴敏当年被爱情冲昏了头, 嫁给只懂得说甜言蜜语,却一无所有的导演老公。 在当时那个,金钱至少,的年代, 对方居然落魄到无戏可拍的境地, 不得不跑到泰国发展, 而自己也很傻,为了实现老公的导演梦, 不惜拼命一边接戏赚钱, 一边照顾当时年仅一岁的儿子, 还把所有的钱通通寄给老公花。 吴敏回忆道, 我当时每次都是八十万, 一百万这样在汇钱。 更加惨痛的是, 在吴敏为了支持老公而过着勉强维持的艰难生活时, 老公竟然背着他找了小三, 用他辛苦挣来的钱养对方, 后来甚至还在当地娶了小三并直接入了泰国籍。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, 吴敏的脸上写满了苦涩, 让人不禁心疼, 然而, 即便受到了如此无情的对待, 1982年得知丈夫殷辛耿在泰国突然去世的消息后, 吴敏毅然决然地为他捧回了骨灰, 带回台湾安葬, 时隔多年, 回首自己坎坷的一生, 吴敏早已能淡然看待, 并笑颜自己真的经历了很多, 赚钱帮助丈夫实现导演梦想, 患病却筹不出医药费, 投资失败导致巨额亏损, 参政失败, 背负千万债务等等, 但他也强调正是这些经历让他对人生有了更为豁达的理解, 人生向前看, 沉眠于过去又有何意, 最重要的是活得健康, 快乐, 吴敏能以乐观豁达的心态来看待曾经的悲惨遭遇, 实在难能可贵, 也难怪他脸上永远洋溢着自信而潇洒的笑容, 除此之外, 吴敏还透露, 过去的艰辛经历让他更懂得享受生活, 他乐观开朗, 喜欢交友, 结合对旅行的热爱, 发展出了亲自, 带团, 出游的兴趣, 他自豪地说, 2021年5月, 他组织了一个600人的大团, 前往福建梅州岛妈祖庙朝拜, 他回忆道, 作为团长, 有很多团员是他的影迷, 大家带着老人和孩子, 整个家庭一起出行, 除了积极安排生活, 享受与亲友一起吃喝玩乐的乐趣外, 吴敏也不忘尽己所能的投身公益, 将内心的善念发扬光大, 作为台中市齐家女国际同济会创会会长, 他每年固定5次探访位于南投埔里的, 菩提长青村, 这个村庄是921大地震后, 创立的创新型老年互住园区, 在每年9月21日这天, 这里都会以感恩, 回忆为主题, 举办寒冬送暖首页祈福晚会,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,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任何想法或建议, 欢迎在下方留言, 如果您喜欢本频道, 请不要忘记点击订阅, 我们下期再见。